前方是一輛機車 後座女子 胸前有一名穿黃色外套的幼童 個子卻高人一等 跨坐在騎士的肩膀上嗎 仔細看是站立者 站在騎士跟乘客之間的坐墊上 一家三口三貼 還讓孩子表演特技 讓後方的騎士捏把冷汗 這一路稍微遇到小坑洞 車子就搖晃 媽媽Hold住孩子的腳 但這樣夠穩嗎 都不怕小孩跌下去 即使有戴安全帽 卻一點都不安全 影片中的地點在高雄左營區 11月28號晚間 一家三口下班下課要返家 被募集三貼騎車 孩子用站的 媽媽的後背左右手都掛滿了包包雜物 擠到沒地方讓孩子有空間可以乘坐 車牌也被遮住了 警方要舉發增加困難度 顯示影片 該機車確實是有三人共乘 且孩童站立於機車坐墊上 車牌遭物品遮蔽廚時 一定會很危險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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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些家長在想什麼 這樣子慢慢的騎 小孩子一晃動 還是會不平衡 所以還是有可能會造成危險 依據道交條例 機車後座只能在一個人 三貼就違規 包含嬰幼兒 可儲300到600元的罰還 罰錢是小 孩子的安全最重要